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第六集的 你们问我们答的环节 那今天直播有一点点的特别 就是我们在线下收集到了一些的问题 就是朋友们 client问我们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觉得这些问题 可以带上来直播间的时候 让我们来讨论 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希望这个回答 可以帮助到你们 在你的健身路程当中 走得更加的顺利 那话不多说 我们带上第一个问题好吗 好 so before we go into the question Shirley 我们请大家 你们所看的这个episode 我要请大家 comment下来 你们在哪里看 你们在家 你们的office 你们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些 friends family 都是在 different areas of Malaysia different areas of the world so请comment 你们在哪里 and第二个call to action 就是我们请大家 share这个live 因为你share这个live 可以reach到比较多人 我们可以收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对的 也许你的share 会可以帮助到 正在有健身的时候的 有一些烦恼 有一些迷失 那你这个小小的 举动去share的话呢 或许就能够帮助到他 对的 帮忙 帮忙 把这个直播 share出去 谢谢你们 so这个就是我们的 第六集 of 教练 聊健身事 so今天是 你问 我们答 so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 at the back 人家已经 for the past few days 已经给了我们 so Shelly i will put up the first 问题就是 我需要喝 蛋白粉吗 第一个问题 我相信在很多 正在开始健身 或者是 已经健身的朋友 都对蛋白粉喝 就是protein powder drink 不会陌生的吧 so很多人可能就 看到别人喝 他也觉得 我到底要不要喝 我有在健身 我有在运动啊 是不是 Awin你要回答吗 这个问题 好 所以蛋白粉 就是一个supplement来的 唯一要不要喝 最重要就是要看 你的diet 你现在所吃的东西 需要不需要 比较多蛋白质 所以如果你现在 吃三餐的话 你的早餐 午餐跟晚餐 都有足够的蛋白质 你其实不需要喝 protein粉 因为 越多蛋白质 不代表你可以 build比较多 muscle 会比较 更好 反而越多蛋白质 你的diet 更多卡路里 如果你的目标 是要减肥的话 你只是需要 足够的蛋白质 所以我的rule of time 就是跟全部人讲 注重你的餐餐 你的早餐 午餐跟晚餐 都有一个 main的protein 蛋白质的食物 假如早餐就是鸡蛋 午餐就是鸡胸肉 然后晚餐 可能鱼啊 豆腐类啊 你有蛋白质 在餐餐吃 你是足够的 你到了一段时间 你觉得 你很难吃 蛋白质 在这三餐 example就是 我们出去吃的食物 在外面啊 吃面啊 蛋白质很少 所以你发现到 你的diet 不够蛋白质 那时候你才 supplement protein粉 是是是 对对 那其实蛋白粉 就是supplement来的了 所以如果我们 把注重力花在 注意力花在 我们应该 上餐应该 所要吃的蛋白质的话呢 就是从真正食物 得来的蛋白质的话呢 那你是不需要 另外再补充 蛋白粉的 那其实如果我们 吃真正的食物 它可以让我们 更加 比较的能够耐饱 如果你是在 减脂漆的话 就是你想要 减到一些脂肪的话 那你因为吃食物 有蛋白质 在你的食物当中 所以你会 耐饱 不会在中间 你就要去 另外再找零食吃 有嘴巴 有craving 要想吃别的东西 那蛋白质的好处 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都知道 嗯 对 我也是要 add to the point Shelie 就是很多人以为 protein粉 喝了就等于肌肉 好看 你看到那些 一些protein粉啊 他们marketing啊 就是放一个很 很 很lean的女孩子啊 很有肌肉的 男孩子的figure 在哪边啊 所以很多人一看 就讲 哇原来我喝了这个 我就会像这个 这个mortel 是 不是 怎么要讲 it's not true it's not true 是不可能的 不代表你喝了 因为你看哦 你喝了蛋白质哦 不代表你增加肌肉 增加肌肉哦 你要去念你的肌肉 要去拉断你的肌肉 要用 strength training weight training 来focus在你的program 一定要念肌肉 你念了 你吃跟喝蛋白质进去 你的身体才会补 就是这样而已 因为我很多人哦 就是讲 Alvin 我没有什么运动 但是我喝 这个哦 好像女孩子怕 喝了这个会不会变大 会不会像男孩子啊 不用担心 是不可能的 念肌肉是一个 很慢的一个process and唯一要念肌肉 就是要work out 对 所以protein粉 protein粉不是好像一个 short cut啊 不是好像一个miracle miracle的supplement啊 你喝了肌肉 第二天就会出现 如果是这样的话 Shirley 我三餐都是要喝 其实我和Alvin 在Facebook当中啊 我们的post 三餐都会有 做了一些资料 关于蛋白质啊 很多的资料的 其实我们都 非常欢迎大家 如果在观看的话 想要对蛋白质 有什么了解 要怎样吃 吃多少 蛋白质的食物 有什么 其实你可以去 在我们的Facebook看 我们也是有一些post啊 一些video会做 关于到蛋白质 比较详细的 说法的 嗯 对啦 OK 所以在这里啊 我可以看到 Cindy Wave Edgy也是 And then Cindy Hello Cindy 她现在是在家看 所以你们现在 所看的这个live 谢谢你们的时间 on a星期四晚上 嗯 我们都是 会回答你们的问题 所以你们有什么东西 想问 我们 想问你的教练 就在comment上 我们就会 拨上去 我们就会 第二个问题哦 Shirley 就是 from Cindy So Cindy问 这个她写在英文哦 Should I follow Intermittal fasting Protein diet Low carbs Or other meal plan to reach my goal So翻译起来 信心的就是 她应该不应该 跟着 这些diet 就是好像 fasting啊 高蛋白质的diet 低淀粉的diet 或者其他的 meal plan 来achieve到 她的 fitness目标 嗯 Shirley 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吗 可以啊 我可以先回来 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啊 这种的fasting啊 diet any diet plan 它都是有一个目标的 它的目标呢 就是它create了一个 它制造了一个 那个 热量赤字 就是说 energy deficit 让你呢 跟着这样子的 plan来走的话呢 你会 减值下来 就是瘦下来 你的fitness goal 可能你要瘦下来 那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要 我们要减值 我们要减重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达到 那个能量赤字嘛 就是我们吃的东西要少 和出的 那个能量要高 那我们身体会 才会做那个工作 会把我们的 储存到的 里面可能脂肪啊 水分啊 排 用掉出去 来维持我们的 那个活动量嘛 是是 所以呢 那奥迪斯这些的 diaplan呢 它的目标 只有 就是很简单 它每次你看它的目标 它一定是有 减少吃某一样 某一类的食物的 或是你看 intermittent fasting 它就是 因为你 吃的时间的 window很短嘛 所以你 吃的食物呢 就是 只有 只有那一段时间 在吃的食物 所以你的 幻象的就是 它把你 所吃进的食物呢 变成比较少了 还有 protein diet 还有 low carbs diet 也是一样的 你的热量 也是 它会制造了 一种热量的食物 一定会 让你会 达到你要 减脂减脏 受审的目标的 但是你说 我应不应该 跟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fasting 这样子的 dia来 去达到 我的 goal 我的fitness goal 我是说 不一定 如果你可以 focus在你 自己的食物上面 你自己 吃的比较 上餐很均衡 你的运动量 又有足够在的话 你同样是 可以达到 这样子的 你的目标的 那这种 dia的问题是 你可以 跟着 长远去做嘛 因为它都是 在一个 比较短的 时间内做嘛 我就拿 keto diet 就是低淀粉 之类的 那个dia 来讲 就是你只能够 你是 你可以做了 可能你那一段时间 会做的 我很尽心尽力去做 不吃淀粉 但是 是蛮辛苦的 这样子的dia的过程 问题是 你可以长期长远 这样子去做嘛 这样你自己要 问问看你自己 你愿不愿意 长期长远去做了 在我看来是 长远来讲 还是回归去 能不能够这个dia fit into 我们自己的 daily lifestyle 会 让你的生活 不会很打扰到 你的 目前的生活习惯的 然后你就 可以走的 比较长远的 达到你的目标 阿威呢 你觉得 讲得很好啊 Shirley 因为很多人就是问我们 什么是quick fix 什么是在可以一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 达到的东西 好像看来Shirley分享的 就是最重要 就是有那个热量 卡路里 我们吃少卡路里 奔比较多 我们身体就开始奔肥 奔卡路里 唯一的这样子的方式 来减肥 所以我们的dia 好像我跟Shirley 身为一个教练 也是一个health coach 最重要就是要找一个吃的方式 适合你的lifestyle 第一个跟第二 是一定跑长 long term的 and so far 可以跟你讲 我们全部的client 都是没有跟着这些dia 的 因为这些dia 是很辛苦 来focus long term 你想想看 在马来西亚 你有family 你要出去吃 我们的食物 match不到这些的 所以你一match不到 你会觉得很fustrated 你逼你自己 一个星期跟 一个星期不跟 一个星期 反而你跑了一个dia 你会觉得 我虽然瘦了一点 但是我没有学到什么 我觉得很辛苦 你会对你的relationship 跟食物 好像有一个很negative的 你好像不喜欢饭 饭是坏的 淀粉是不好的 反而 食物 你要看食物 as a mean to feel你的身体 给你的身体 全部营养 你可以看 每一种 每一个食物 每一个 每一种食物 as a mean to feel你的身体 你看 你的dia 很大很大分别 就假如 你看 鸡蛋是给我 蛋白质 我就是要吃鸡蛋 哦 饭是给我 energy 所以我是要吃我的饭 一段的时间 Shelley 刚才分享 你能fit into your lifestyle and 第二个就是 是长期 你有这两个 关于食物 我们再来做一个讨论问答的环节 好不好 然后我们带出第三个问题 好吗 好 我们这里也是从 conny I believe 这个是shelly的client 嗯 对 可以谈谈 有什么懒惰又简单的运动吗 阿威你要回答吗 这个问题 好 什么简单又懒惰的运动啊 哇 这个我也是想知道 我们没有学到 不用做什么可以分肥 或者吃什么可以分肥 如果有的话 我跟你讲 整个每个人在这个世界都是做 其实conny 你要找的是什么动作 可以配合你的lifestyle 还有可以让你consistent的去做 假如conny 你的目标是减肥的话 你的动作就是要 分比较多卡罗里 所以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很effective动作 你可以做来让你分卡罗里 每一千步我们身体分大概六十到一百卡罗里 比较重的人就分比较多 所以你想想看在这个 situation 一个人他每一天只是动五千步 或者走五千步 反而另外一个人他动十千步 那个是相差五千步不同 所以一天那个十千步的人会奔比较多 三百卡罗里到四百卡罗里 想想看在一个星期 三百成七天 就是两千一百卡罗里 只是动而已 这个不是workout 不是很重的squat 跳来跳去 不是 就是动 所以最简单的东西 最effective的东西 for weight loss for optimum health 就是动 monitor你的steps 好像Shirley 我这个问题 trigger到我一个 很多人讲 你没有看那个人 他吃那么多 但是还是瘦的 然后另外人家 对哦 我又是倒转 我吃一点点 又是胖哦 很大的factor在这个scenario 就是那个吃多的人 反而瘦哦 你看他的activity level 这些人真的是 每天比较active的 动来动去 走来走去 因为每一个动作 你的身体 burn 卡罗里burn 热量 嗯 所以很简单来track 看你的step 穿一个smart watch 一个step tracker 来monitor 对对对 我相信 因为conny 是我线上课程的client嘛 所以在线上课程那时候 我们也是有提到 这个走路 就是奔多肥 动躲的 那个在平时乐子当中 你平时生活当中 除了运动之外 你还可以这样去 burn你的那个energy 就是透过走路 movement gardening all this so其实 希望你可以 你可以 有这个track track你的 步速的这个习惯 然后呢 一天一天 慢慢地去增加 你应该要走的步速 那 最简单的嘛 走路嘛 是不是 就走路 走多一点 带孩子去 去玩啊 还是 陪他们 逛街啊 都是一个 很好的 一个activity 来的 So Shelley 我问你啊 你每天走几多步啊 我每天大概是 如果我很勤劳 我特意要去 特意要去走的话 我会走一万步 那平时如果 我没有去看 没有去 到那个target 都有八千多 这样子了 好像我 因为 一些 一些 tempel 有时啊 我是 没有的机会动 可能坐在那边啊 meeting啊 见人啊 所以没有什么动作 and then 晚上回到家 又累 又不想动 So 那一天 我的step会比较少 So 一个strategy to overcome that 就是 不要看每一天的step 看一个星期的step 所以我发现到 我那一个星期 比较慢 没有什么动作 是 我就 拜六礼拜天 就去跑 可能跑一个 5km 10km 所以我的step 会增加 那一天你跑 好像10km 你都有大概 10km到15km 不 是很大很大的difference 所以如果你穿这些啊 你可以看你的 一个星期的average 对 所以这样子是一个 很好的strategy to build up 你的weekly average 所以你end of 那一个星期 你就是有大概 70千步 就代表 一天你有10千步 对 对 是 是 很好的问题 对 and 想着就是 weight loss 上步 走步 就是walking 是最简单 and 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因为是一个很convenient的 对啊 好像不一定 你不一定要穿着你的运动鞋 去走 其实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也是可以走比较多 好像你上班的时候 你park你的车远一点 你就走哦 去shopping的时候 走多一点 我们要 上去其他的floor 就是不要拿escalator 走哦 这些都是exercise哦 想着floor Shelie 我记得有一个client哦 嗯 他increase他的步哦 很interesting耶 他就是哦 他做工在第14楼 他用第12楼的厕所 就是他走楼梯下去 去12楼上厕所 真的是 Wincent 很聪明耶 很聪明 所以他一天哦 就是有上下都是 要去厕所嘛 因为喝多水嘛 都有七五六次哦 他的步真的是 每天都是很容易 拿到十千步 不加过他自己的运动 不加过他的跑步 所以他这样子就 unconsciously 他就burn比较多 所以你们在你们 日常生活中 找哪一个method 你们可以 increase你们的step 如果在家的话 也是一样哦 你在上面 不要拿水上去 所以你要喝水 你一定要下楼梯 进kitchen 就是找哪一个method fit into you you can be as creative as unique as you can 所以你们有什么 creative的method 可以在comment 跟我们分享 好像你看到Vincent 做工在十四楼 用十二楼的厕所 很creative 还有一个方式 我最近 我常常用的 就是我很习惯用的 就是我每次饱饭了过后 我都会去散步 就是走咯 就去我的屋外那边 一直走 特别是晚餐过后 因为白天可能很晒 是晚餐过后 我都会去走的 那走的时候呢 就是户外啦 第一它可以增加 我的步伐咯 我的步数咯 第二呢就是我去到户外 我先休息到新鲜的 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然后呢我觉得 我可以比较放下我的心 我可以想一些比较 比较有 比较重要的事情 这样子去 让我的脑袋去 reflect 去做一个审查 这样子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一个练习来的 然后呢 我突然又想到 一个方式 是去让你走的比较多的 其实 来你可以在你的手机 设下那个热纸 每15分钟 每半个小时这样 设一个热纸 就提醒你去动动 去走动 就特别是来啊 喜欢坐在 手机上 做工的办公室啊 做工的人啊 所以 一天 8个小时上班 都是在坐出了 上司所罢了 所以你可以 设这种热纸 让你提醒你自己 哦 现在应该休息一下 off from the screen 然后我去走一下 去让我的眼睛也休息一下 从而来增加你的美乐的步数 其实是一个蛮好的 strategy 对 然后这里我们有 Kylie跟我们分享 她就是 趴她的车 远一点 来走 对 然后谢谢你 Kylie 你的comment Kylie 你不用担心啊 因为你也是一个 教跳舞的教练哦 所以你的步 对 我觉得是蛮高的哦 对 好 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是可以在 comment section comment 然后我就好像看 才可以听她上来 你们可以全部人 看那个问题 and Walken Shelie will try our best to answer them 对 我看到comment有 Chienwei Hello Chienwei Chienwei Chienwei是我在 Fitness的一个 同学来的 谢谢你的知识 谢谢你 OK 来我们 去第3个问题 好吗 我每天都有运动 也吃很少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还是受不下来 这个是每个人都想问的问题哦 对 我相信Alwin也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common 很common 就是你一开始运动 你就开始动比较多 and then你第一个东西就是开始剪你的食物 这个卡 这个要吃少吃 and then你会想到 哎呀我已经做了那么多 这么我的身体的重量还是保持啊 还是剪不多啊 其实哦 减肥哦 是一个很慢的process 我们要减一个pound的肥肉 就是要吃3500卡路里 是少3500卡路里 3500卡路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分量 ok and一个pound哦 我们的身体哦 可以burn哦 average啊 就是在一个星期 一两个pound 所以你想想看哦 你一开始说 想剪五公斤啊 四公斤啊 在一两个星期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做这样多 drastic changes 在你的重量哦 你剪的不是肥肉耶 你剪的很 很大可能是 不是很大可能 一定是水分 and then 水分线 嗯 水分线 水分 雞肉 and then 才一点点的肥肉 啊 所以很多人哦 他们 start 这些program哦 or you start 你的weight loss 你第一看的weight loss哦 全部都是水分来的 啊 但是不代表不好 这个是一个 common的process 我的message就是要跟 全部人分享 是weight loss 减肥哦 是一个很慢的process 所以你每天都是 运动 每天都是吃着很少 是你要有一个 很realistic的 expectation 哦 你的身体 或者我们的身体 真真的可以 笨的是多少 你的重量 真真的可以 减少的是多少 嗯 那个是 第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问题 很interesting 因为我要share 多一个part哦 就是 你每一天 都是运动 跟吃很少吃 你真的是要 想回去 你的focus哦 因为哦 我们的nutrition 就是我们吃 跟喝的东西 要配合 我们的training 就是你nutrition 一定要match 你的training 如果你每天 都是运动哦 你的nutrition哦 是要吃足够哦 来feel你的training 不然的话哦 你跑不远哦 可能第一 第二个月 你觉得 你有那个energy 但是到了一段 时间你会觉得 特别累 你的hormon啊 全部都影响到 影响到你的睡觉 你的energy level 因为你吃太少了 好像shelly 跟我有做一个video 吃多 所以你身体 可以burn多 我们在这里 的意思就是 吃多 比较健康的食物 因为你开始 吃多 比较健康的食物哦 你的新陈代谢哦 就会improve 就会提高 你的新陈代谢 反而哦 你的身体会burn 比较多肥 是 Shirley你要add on吗 我要add on 其实啊 大概我们之前都有讲过 如果你要 减脂 瘦下来的话 都是你要制造一个 energy 啊 deficit嘛 就是那个 热量平衡的问题嘛 就是因为你的代谢下降了 你的 你的 如果你少吃的话 你的身体的代谢下降了的话 所以你身体要去 burn的那个 energy啦 就burn的不多了 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 有一个机制的 有个system哦 就是 当我们的身体 意识到你的食物进来少了 他会觉得 哎 现在是不是在 starvation mode 现在是不是要 没有食物吃了 要饥荒了 所以我们的身体自己会有那个 会有那个机制 想要保护我们的生命 所以他就把那个 新陈代谢那个 那个率就降下来 慢慢的用 那些热量慢慢的burn 慢慢的用 即使你动哦 他也是慢慢的burn in order to 让我们的身体 继续的活下来啦 所以你看 新陈代谢这么重要 你把那个 因为你减吃到 又用这么多 可是你吃又没有去 去 符合去你的那个 那个运动的时候 所以我们身体就有一个 人家讲的是反弹 好像讲反弹这样子 要保护我们不会死 不会因为饥荒而饿死 所以他就不要做这样多工哦 他的metabolic rate没有这样高咯 就不要做这样多工咯 然后刚才好像 Edwin讲的睡眠不好啊 Hormone这些imbalance啊 甚至女生也会 那个月经啊也会不会来啊 都有可能会发生的 所以呢 吃多burn多 是一个很好的strategy 前提是你吃的食物 你要注意啦 就是你在balance 你的每一场你的那个 macro有balance 然后吃的时候是 比较干净健康的原貌食物 原形食物 这样子 对 这个的前提之下呢 你要burn fat呢 是不会太难了的 对 好像我们之前的episode 有跟全部人分享关于 我们一餐该吃什么 和一餐的分量是什么 所以我可以请 大家回去之前episode 4 来看milk portion 对对对 好像Shirley 我也是要分享 看看你这样子 是对的 吃多来burn多 是一个很难 很难 相信 很难开始的东西 因为很多人就是 gain fat gain weight 体重增加 就是因为吃多 现在这里有两个教练 就是讲 要吃多 有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 是你吃多的食物 这个是真正 真真的是 你们应该知道 因为我们性存在下 就是我们metabolism 就是好像一个engine 这样 你要你的engine 跑快一点 他们因为有这个face you are what you eat 所以你吃的东西 我请你们想 你吃的东西 就是要feel你的身体 feel你的engine 你吃健康的食物 好像single ingredient food 盐形食物 是你的身体 你的engine 有这些各种各样的 nutrient的饮料 对吗 饮料 营养 谢谢你 谢谢你 营养 你有了足够的营养 你的身体会开始做他应该做的东西 就是你运动的时候给你全部energy 来push你的运动 你的training真的可以看到你变得越强 拿得越重真的是进步很多 反而你bun的calorie也是比较多 你可以连续这样子过去 其实你就不只是减肥 也是给很多人 很多刚刚开始fitness training的时候 增加肌肉 这个是最好的 因为你有越多肌肉 你的身体bun的比较多 但是这个lube会比较慢跑 因为你要吃这些食物来fuel你的身体 要一段时间给你的身体recognize 吸收 也是要你一段时间培养这个习惯 找你的meal timing 找你应该吃的东西 但是你一抓到了你那个fine tune 就是你的营养配合你的training 你的新陈代谢一直会提高 你的身体又开始一直bun 一直bun muscle 嗯对对对 讲到这个我想到一个比喻 我们的身体就好像一辆车 比喻成一辆车子 Ferrari来讲 一辆Ferrari 如果你给他打divel的话 他会走吗 是不是他不能走吗 就是divel就比如说是 没有这样健康的食物 或者是乱乱吃的 垃圾食物啊 垃圾食物啊 但是Ferrari需要的是什么 97是吗 97是现在最好的油吗 对不对 应该是啊 应该是啊 不加Ferrari我也是不清楚啊 你把最好的气油打进去啊 他就能够perform的好咯 instead你给他divel 他就不能够走咯 就是这样的眼里吗 你怎样feed你的身体 what you eat what you are what you are 就是什么咯 你的身体就是我们所吃的东西哦 对 对 是 讲得很好 好 Shirley这里我们有一个问题 从啊 慧慧哦 她问 慧慧 什么是一个cheat meal cheat meal就是 cheat meal就是一个很不健康的 啊 meal哦 就是好 假如 你那一个星期 你拜一到拜六真的是吃到很健康 啊 and then 你拜的时候 你出去的时候就叫了一个cheat meal cheat meal就是可能是一个bizza啊 一个很高calorie啊 一个很甜的东西啊 冰淇淋啊 就是 这个就是cheat meal咯 啊 我的tod on cheat meal啊 就是 没有什么是cheat meal的 我们应该看食物哦 就是 这个食物可以给你的身体 什么好处 什么营养 好像你吃一个鸡胸肉 它可以给你的身体 蛋白质 啊 你吃ice cream 它可以给你的身体 可能一点糖分啊 啊 所以两个都是食物 只是一个食物 比较健康 一个食物 不是很健康 这代表我应该看 我有冰淇淋 是不好的 我 吃它就是一个cheat meal 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话 我请你改变你的mindset 因为食物我没有好跟坏的 只是有 很nutritious 跟 least or less nutritious 对 比较健康的食物 不是很健康的食物 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跟看法是 你就可以知道 哦 今天 我吃的是 80% 是健康的食物 嗯 这20% 可以啊 我就可以吃 不是 less nutritious 的食物 好像 一些微淇淋啊 ice cream啊 bizzas一片 是没问题的 对 对 讲到没有这个idea 其实在健身的朋友 我有看到一个现象就是 会在 拜一到拜六就吃得很clean 它比较节制自己clean啊 水煮啊 就啊 当然东西没有这么好吃啦 它很太clean了嘛 水煮的东西 然后就到星期天那时候呢 就来一个大大释放了 然后就去大吃特吃 从早吃到晚啊 你这样子的方式啦 其实它有一个危机就是 你因为你要fitness嘛 你要减脂嘛 你要减重嘛 那个过程当中 你太过restrict你自己了 到一到拜六啊 你就吃很少啊 太过restrict你自己了 到了你星期天那时候 你那个cheat day cheat day啊 就是去吃 乱乱吃的啊 反而哦 那天所吃的卡路里哦 分分钟哦 就是超过了你应该要吃的那个 那一个星期的热量 其实热量不是算一天一天来算的 如果你啊 认真的要去真正的去算你的热量的话啦 你应该是在一个长期的来算 比如说一个礼拜来算 每一个礼拜哦 这样子每一个礼拜我吃的啊 热量大概会会走到哪里去啊 如果你一到五 比如说你已经吃到啊 每日 如果是一天是千五的话 你六天吃了千五 然后你第七天的时候 那一天本身你就吃了三五千去 那已经是不大成啊 不是很合理的一个现象啦 所以呢 最重要呢 就是你在你平时的时候 moderate 你的三餐正常 有在里面 三个分量都有在里面 分量足够 应该吃的东西有在里面 健康的东西也在里面 然后你follow to这个啊 single ingredient 八十二十的 rules啊 就是八十八仙是 single ingredient原型食物 二十八仙呢 你可以enjoy一下啊 可以可以可能吃一点小点心啊 这样子是ok的 那你就不会有这样的 restriction 去在七天那时候就完全放掉了 就乱乱吃了一堆东西 对啊 谢谢惠惠你的问题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全部人都是常常看 好像一个食物是好不好 不好的吃少一点 好的吃多一点 然后吃到不好的时候 哇 自己觉得好像很guilty这样 反而如果你觉得到那个这样 会影响到你整天 有时你讲 吃一点点不好的东西 在早餐啊 哎呀算了啊 我早餐都是吃到不好 这整天 明天才开始啊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是 你就是要改变 你怎么样看食物 因为一个食物 不会让你肥 他们讲 吃一个salad 不会让你第二天瘦 还有 对 一个不健康的食物啊 不会让你直接增加肥肉 这些减肥啊 增加肌肉啊 是一个很慢的process 所以你的目标 就是要找一个 consistent的training nutrition配合你的lifestyle 来跑 因为我们身为教练 我们虽然是注重 比较多在training啊 但是我们都是找 跟client跟人一起创作 一个system 可以让他们consistent的跑 你一找到你的system 是一个很顺路了的 client就是不需要我们了 我们的工具是搞定了 我们就可以 可能要讲好像分手一样哦 就讲 你可以自己跑了 就走 对 所以一些人可能是六个月 一些人可能是几年 你一找到了你的system you are set for life 你已经知道了 你该吃的什么 你的分量 你几天没有运动 你的身体会觉得好像不舒服 这样 你睡迟 你第二天就知道了 原来我的energy 昨天睡不够 我今天影响到我的energy 好像你孩子 你的hormone哦 你miss了一两天 你知道了 哦 原来是因为最近我stress 你有 那个symptom 你自己可以recognize 然后你又知道 该去怎么 address他什么strategies 要吃什么 你一抓到这些事 you are good already 因为我们现在是 look for optimum help 因为我们都不是好像 mortel 运动人员 body building 要去比赛那些 那个真的是 不同的 不同的 requirement 不同的 focus 不同的strategies 对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I think comments上 没有问题 so 我有 全部我们后面问题 都已经回答了 shelly so I think we cover everything 啊 等一下 我这里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 给我看一下 ok oh aggy问 aggy问我说 how to keep motivate ourself to exercise 啊 ok 要怎样 啊 有那个动力 去运动 他post的问题在哪里 shelly 他是在facebook 呃 今天他下午问我的facebook 啊 好好好 嗯 对 so how to stay motivated to exercise 啊 对对对 Iwin 有什么看法吗 你的原因 就是你的why 你要运动是为了什么 好像我们跟每个人讲是 我们都有五个why 啊 就叫lope 我要运动的是什么 我要健康 再问你自己多一次 这么你要健康呢 因为我健康 我可以做其他东西在生活 这么很重要 我可以做到其他东西 我觉得我的 生活是很有meaning 这么meaning很重要 我做到这些东西 我就可以好像一个role model 给我的孩子啊 给我的朋友啊 看到了 哇 啊elvin 啊 很fit啊 这个可以做 那个可以做 我都要像他 所以看我的眼影来运动 不只是要减肥 反而是 给自己啊 给别人啊 就是这个 所以我每天要运动的时候 或者不想运动的时候 就是想回去 这么我开始 这么我要做这个东西 如果 我想回去的话 想到哇 哇 原来是给我的孩子啊 给我的朋友啊 我自己一定会去运动的 对对对 我想到的是哦 嗯 OK来 我想到的是哦 因为我们人天性就是懒嘛 能够不动就不动 能够不做就不做 是我们 我们的身体 就是喜欢 舒服的状态嘛 所以 与其 与其问说 怎样去找到那个motivation 去给我运动啊 当然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why嘛 如果有一个strategia就是 你要把运动变成是一个 你很习惯要做的事情 那 那那个 那个动力 那你就不会这么辛苦 这么难要去做了 但是要去 build up这个system 那么是要一点点的时间的 你要把它build up 到好像啊 你平时刷牙这么容易 你刷牙不用人去提醒的嘛 那时间一到早上起来 你就会去刷牙的嘛 比如说你 如果你运动 你是要去外面跑步的话 你就把那个鞋子啊 放在 运动鞋啊 就放在你每天 每天出门会看到的地方 那你每天出门之前 你看到运动鞋子 你就会提醒到你自己说 哦 我需要运动 你穿上鞋子就可以出去运动了 把那个 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小努力 去把 做一点小动作 去把这个运动的这个习惯 变成我们随手都可以拿到的 放在 在家里放一个面 放在那个地方 需要的用具放到那边 一看到它 你就可以去到那个角落那边 就开始了的运动 那个其实是一个 怎样去培养你这个运动的习惯 与其你去等那个 去等那个 来找你 不如你 平时的日子当中 就去训练你自己 一点一点的那个小习惯 那个小习惯去累积起来 其实刚刚开始你要训练的话 你的那个运动的习惯的话 也未必是想 哦一定要去一个很很厉害的一个 section 一个肿头 shwet到很够力的 也不一定嘛 但你等到这个 你的 mood 要去做 shwet到很够力的 其实你要等很久才有这个 mood 不如你把movement动一下 maybe你就拿一个 那个resistant band 做几组的一些gloot的movement 还是 还是做一些push up的 squat的一些动作 就大概五分钟十分钟 这样子慢慢去培养 然后你这个动作就变成你容易 很习惯了的 好像缩牙这么习惯了的 跟 就没有这么需要那个动力去推你 去做了咯 对啊 所以shelly shelly 我们的message就是好像 不要等motivation 你自己去动 有时你动了 motivation回来了 哦 对对对 是是是 好 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有一个 好 Rajay 是我小学的朋友 Jayel Kameh Jayel Kameh What is the best time to exercise? Some say it's not good to exercise at night it will affect your health 就是他问的是 什么是最好的时间来运动 一些人讲在晚上运动是不好的 最好的时间来运动 是你的最好的时间 一个时间 你哪一天 你可以consistent的做 你觉得你早上比较多时间 你就早上运动 你觉得你往上比较多时间 做完工全部回到家 8点到9点是你的free time 你就那时候做 没有一个好跟不好的时间来运动 最重要是你有运动 ok 但 那次我也是要add哦 有一些人 他们的hormone啊 他们的energy啊 他们的性陈代谢 那些还在调整的话哦 有时我们往上运动 会影响到你的睡觉 所以你觉得你运动了 一两个小时后你去睡觉 不能睡哦 可能因为运动 提高你的hormone啊 你的性陈代谢啊 很多东西在发生在里面 所以你的metabolism 还在adjusting to it 所以你就可以做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reduce 你那个workout的intensity 所以他没有reduce到你的hormone那么多 所以你可以睡觉 第二就是换时间 或者提早一点 早一个时间适合你的身体 也是最重要的事 最重要就是适合你的schedule 是是是是 那我发现如果把运动 放在早上去做的话 就你应该要做最重要的事情 已经做了 所以你就不会去觉得很 哎等下我有很多东西做啊 又做不来 然后最后at the end 你会又啊不要做了 运动不要做了 就是你把你最重要的事情 先早上起来先做了它 就want to do this check 就这么简单 对对对